吴林朗 米虎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今天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疫情的状况了 花莲线连续11天零确诊 那么县长徐振卫 秘书长张艺华以及卫生局长朱家祥 下午3点在卫生局召开了例行性的防疫记者会 那么也回应民众相当关系的东大门夜市开放问题 以及莫德纳疫苗接种计划进行说明 县长徐振卫表示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9号公布花莲线无确诊个案 而国内防疫三级警戒期间到7月12号 对于大家所关心的AZ疫苗剩余量 以及莫德纳疫苗接种计划做说明 这一次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拨给花莲一共23100剂 但是分三批道 第一批是7月1号9800剂 我们即将在7月3号4号5号来施打 那如何施打如何来预约呢 在这里正会跟大家粗浅的说明 等一下朱家祥局长会跟大家说明的更详细 第一个是电话预约的方式 如果在7月3号4号5号开始施打的时候 您要指定时间施打的话 那就请您用电话预约 如果您不指定时间来施打 其实您可以用更方便的网路预约 第三个就是有人在问说 65岁的非原住民族什么时候开打 我们在这里有写的非常的清楚 在第二批或者是第三批的部分 我们依疫苗的接种 疫苗的数量和施打的状况 在逐步的往下来开放 在逐步的往下来开放 所以我们希望65岁以上的原住民族 以及75岁以上的长者 先赶快来接种 赶快来接种之后 我们会陆陆续续往之下的 之后的年龄层来开放 花莲县共获得中央配播 23,100剂的莫德纳疫苗 县政府预计将在6月30号 开始开放民众预约 并规划两梯次的施打时间 亦续分为第一梯次7月1号开打 第二梯则是7月8号进行施打 县长也呼吁相亲 假如跟相关Delta病毒感染者 足迹有重叠的民众 也尽快前往花莲县卫生局进行快筛 至于东大门夜市是否比照 北部地区夜市作为解封 县政府则表示 配合中央疫情中心尚在三级警戒之中 因此目前暂不考虑进行开放 如果您跟秘鲁祖孙的足迹 有重叠有旅游史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到花莲市 卫生所来做快筛 如果您有旅游史的话 第二个就是 如果您有流鼻水 或者是头痛 喉咙痛 雷同的症状 您请先回想 是不是有我们的旅游史 如果没有的话 请到医院来就诊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请来自动摇访报道 请来自动摇访报道